憲法法庭不癱瘓 憲法法庭不癱瘓 人民權利有保障 反對羞惡 反對羞惡 維護運作 憲法法庭不癱瘓 憲法法庭不癱瘓 人民權利有保障 人民權利有保障 反對羞惡 維護運作 維護運作 這部法一旦通過 代表的就是我們的憲法法庭 沒辦法繼續運作 過去大法官的解釋或 憲法法庭的判決裁判 我們總共大概有846件的裁判 涉及到國家機關爭議的 我們經過初步的統計 大概只有48件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有95% 的憲法法庭的裁判 都是在處理人民的基本權利 而不是憲法機關的爭議 一旦這部法通過 它代表的是人民希望透過憲法法庭 來爭取權益的這個管道 其實被實質剝奪 這個部分是律師們所不樂見的 針對修法裡面 其實就是改兩個條文 就是把現有總額 就總數規定 等於一定要至少要10個人 然後再來就是可決的人數 一定要三分之二 那其實第一個修法改成要特定要10個人 這個部分其實我並不反對 因為如果不這樣規定的話 確實會導致有立法理由裡面講的 可能最後變成剩下三個四個大法官去做一個判決 但是問題在什麼 問題在說你要這樣子規定的話 你要有配套措施 如果你是要憲法裡面規定15個 當分五去算三分之二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一個配套的條文 確保永遠都會有15個大法官在那邊 立法委員現有總額這個修法 如果不是太笨 連配套措施都不知道怎麼定 就是心眼太壞 刻意的讓現有法庭運作停擺 造成嚴重的限制危機 這裡集合 那下午兩點集合 兩點半出發 遊行路線會經過襄陽路 左轉公園路 右轉中校西路 經中校東路 右轉林生南路 右轉濟南路 那最後抵達濟南路 隨後呢 會進行參與律師 並且邀請學者演講 此次遊行是由153位律師發起 希望號召更多的律師走向街頭 走向立法院 向全體國人及立委租公 表達台灣律師界 守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拒絕憲法訴訟法修惡的決心 我們呼籲全國律師 穿著髮袍站出來 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 我們也要表達 非常歡迎各界民眾 自行加入此次遊行 多次遊行為 會議 靠近教育 反正 開放 會議 改天 排名 10